没船呢哈 怎么 然后呢 现在我们现在是没有讲台人状态 一会儿 待会儿你给他们剪 让我看 让我看 快点快点 你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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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三个 他们找一个流程就喷出来了 好 对 你得跟他们说一下 我不敢给他们剪 我不敢给他们剪 怎么了 是这个东西 你们上场的时候给他们剪 剪开可以吗 剪开是可以 但是我们剪开是可以 但是如果 分出来 我跟他们说一下 我跟他们没事 我跟他们说到时候 好吧 好好好 我提醒他们一下 就小心一下 小心点 来 那个屏幕能连上了吗 现在 两分钟 两分钟 非常好 竖过来 好 哈喽各位应客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由应客为您独家奉上的 TFBOY四周年合体 好 现在先观众 您尽量跟我保持大概 一个四到五米距离 四到五米 那样的话 OK 好 啊 好 我们准备开始的话 导演就给我倒数 哈 哈喽 各位亲爱的 应客的宝宝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 由应客独家为您奉上的 TFBOY四周年 合体的直播现场 哈喽 欢迎大家 大家好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小马哥马雪南 同时呢 也是我们应客的主播 希望大家能够今天多多关照 哈 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够在这和大家一起来见面 我相信呢 我们每一位四叶草在此时此刻 也是都在非常期待着今天 我们TFBOYS合体同框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今天呢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TFBOYS的小凯啊 我们的王源啊 我们的千玺啊 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现在的现场了 而他们现在呢 此时此刻正在拍摄的就是 与时尚先生合作的创意大片 以及创意影片 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现场的宝宝 请在屏幕上边打出TFBOYS 打出来好不好 让我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身影 而此时此刻大家肯定都有一个疑问 就是 哎呀我们的三位TFBOYS的成员 到底都在哪呢 来大家往这边看 其实他们就在我手指的方向 强的另外一边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紧张的拍摄的过程当中 今天呢我们在今天的应客直播当中 将会和大家一起来畅聊一下 他们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往事 而现在呢此时此刻 我要跟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我们TFBOYS四周年的封面大片 和我们的创意的影片呢 将会在七月份和大家见面 请大家来关注时尚先生 以及我们应客相关信息发布 将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大片的发布 而同时呢我们的应客 也将会为各位四叶草宝宝们 准备四周年的创意影片的同款 短视频的特效 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 都会和大家进行一个怎么样的互动 在这里呢小马哥先给大家来 做一个简单的预告 首先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四个特别的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和我们的宝宝们息息相关 首先第一点 我们呢在三位TFBOYS的成员拍摄完毕之后 我们将会直接到他们的现场 来发起四年四十问 这样一个快问快答的一个紧张的方式 来问出来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呢都是通过 各位宝宝在我们应客的官方微博 所留下的问题精心筛选出来的 所以说很有可能很多的问题都是来源于您 大家一定要竖起我们的耳朵好好听一下 当然如果要是没有问到你的问题的话 也不要担心 因为你们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弹幕和评论的方式 发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面哈 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现在的画面 现在我有一点看不清这个画面 来工作人员调整一下 同时呢在这第二点我们要给大家做出的预告就是 今天我们将会为TFBOYS准备一个超大的四周年的可体蛋糕 我们将会有小凯王源和千玺每人三分钟的这样一个互动时间 让他们来通过屏幕上边的弹幕 也就是你们所发出的每一条评论 让他们来进行选择 选择一条评论 并且惊喜的是他们将会亲手的把这条评论写在我们的蛋糕之上 所以说这一个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尽情的把弹幕发到屏幕之上 第三点呢我们将会开启一个非常动人的环节 我们都知道TFBOYS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 而在四年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没有发生什么样和彼此之间感动的事情 有意思的事情 惊喜的事情呢 我们将会有请我们的三位成员扎心聊天 他们将会来说出彼此心中的一些小故事 我们大家也一起来期待起来 同时呢最后一点就是 你们还记得在印克之前 我们印克的官方微博有征集过大家的手信吗 大家很多的朋友都已经通过微博的方式 来把你们想对TFBOYS说出的这些话 都已经通过印克的官方微博发给我们了 而我们已经收到了上千条的微博的来信 而我们已经把上千条的微博来信 转交给TFBOYS的团队 他们呢也将会有请TFBOYS的每一位成员 来挑选出他们想要读出的那一封信 而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动情的时候了 到底我们的三位TFBOYS的成员 我们的小凯 王源和千玺 将会在现场为大家读出哪些感人的段落呢 我们一起来期待起来 好了我相信大家此时此刻呢肯定都在说 为什么主持人一直在这说起来没完 因为现在TFBOYS的我们的小凯啊 王源和千玺都在我们的棚的旁边 和我们这个摄影师正在这个非常happy的互动当中 他们也正在拍摄当中 请问一下你们想不想去看 想不想让马哥带着你们一起去到摄影棚里边 看一看那边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 哇 现在呢我们的直播现场 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来到互动了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宝宝已经在我们的屏幕上 打出你们想说的话 此时此刻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心情都和我一样 是非常紧张的 我们都想看一看 我们的三位再次四周年的合体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闲话少叙 跟着小马哥 跟着镜头 一起走到摄影棚去看一下 走 哇 真的是很紧张哦 我此时此刻也很紧张 因为确实我也是非常喜欢我们TF Voice的 而且我也是四叶草其中的一员 所以看到他们四周年合体 应该是一件让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受的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时尚大片拍摄的大门口 而突破这个门口 我们就将会看到我们的TF Voice 四周年的合体 在这几个月当中的首秀 到底是什么样子 走 我们一边往这边来 走 哇 来 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只能是给大家看到现在我们所拍摄到的场景 因为就在我的对面 有我们时尚先生和TF Voice合作的整个拍摄的一个场景 但是我们的时尚先生为了在七月的时候 给大家来到一个全新的感受 一个惊喜的感受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提前的为大家曝光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此时此刻我眼中所反射到的 就是王俊凯 王源和易阳千玺 他们现在就在我的对面 然后你们看到那个闪光灯这样反射过来的光吗 就是正在拍他们 他们现在正在紧张的拍摄当中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打扰到他们 这组片子我只能说 每一位都太帅了 都好高级啊 我觉得 一定要用高级两个字来形容一下 现在此时此刻我看不到大家正在评论 什么样的内容 我没有看到你们的弹幕 如果工作人员可以给我一个手机 看到我们直播的现场的话 可以给我一下 我可以跟我们的各位粉丝宝宝来进行互动 现在呢就是摄像机的后边 有着非常多的工作人员 来我数一下 现在基本上应该有 一二三四五 五台机器正在对准着我们的TF Voice 而他们正在用到的表情 就是很酷的一种表情 哎呀 王源现在笑了 哦 王俊凯 就是有点那种耍帅的感觉 然后现在千玺 是手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动作 坐在我们的那个位置 哈喽 来导演你可不可以把那个手机的直播画面 给我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因为现在他们就在紧张拍摄当中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打扰到他们 刚才即使我哈喽的话 他们应该也感受不到 但是但是他们好像有在笑 哎呀 来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直播画面给到我 我来看一看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宝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欢迎大家 呃 会卡吗现在 我的画面现在是没有卡的 你们看着我们的画面是卡的吗 来 现在他们已经换姿势了 现在王俊凯和叶阳千玺是坐着的姿势 而王源是这样的姿势 哎呀 真的是非常帅气哈 我真的非常期待他们这组大片拍出来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呃 那在这儿呢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今天直播的内容到底都有哪些 大家千万先不要着急 因为他们正在拍摄当中 我们先不要打扰到他们的拍摄 首先的第一点就是我们为大家来精心挑选了 我们在应客的官方微博 所收集到的大家的一些问题 我们为大家挑选了四周年的40问 大概是有40多个问题 会帮助大家来问出来 那大家呢 已经把我们的问题 都发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当中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 我提前呢 已经看到了我们的问题 非常的全面 也有很多的朋友 在昨天的时候 有微博私信我 然后呢 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我发现很多的问题呢 都是和我们的这个 三小 三位TFBOYS的天府宝 是合体是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真的是非常期待这一刻 就是他们几个月没见之后 他们在合体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而他们三个在这样合体的过程当中 这样的快问快答的方式 会不会问出一些 我们之前没有了解到的内容呢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同时呢 我们的第二点就是 我们今天的 为TFBOYS准备了我们的超大的生日蛋糕 来庆祝一下我们的四周年 四周年了 我相信每一位我们的四叶草 都陪伴我们的TFBOYS的每一位成员 走过了每一天 每一秒 每一分 在这儿呢 非常感谢你们 当然我也是和你们同在 因为我在平时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 去KTV 也会经常跳一些TFBOYS的歌唱 刚才我在我自己个人的应客直播里边呢 也给我们来到我应客直播的宝宝们 演唱了一下我的那个宠爱版本 但是呢 我们真的非常期待 就是我们的三位TFBOYS成员 我们的小凯 王源和千玺 在今天直播当中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展示 生日蛋糕呢 回到我们的这个正题当中来 我们会把生日蛋糕搬到我们的这个现场 而每一位宝宝们 你们在这个时候 一定不要光看着我们的屏幕 你们要在上边打出 你们想说的每一句话 我们将会有请我们的 TFBOYS的三位 选出一条他们最中意的 你们的弹幕 并且亲手的写到我们的蛋糕上边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被挑选到的话 就一定是非常幸运的了 希望大家不要手软 待会在看的过程当中 除了要 这样的惊喜的这个状态之外 还要疯狂的在上面 打出你们想要说的话来 你们想要对TFBOYS四周年的合体 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表达 也要打出来 好不好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 第三点 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环节 我们将会有请我们的凯啊 圆啊 千禧啊 一起呢 说一说 他们在四周年的这样的节点当中 在曾经过去的四年里边 他们曾经发生的一些 让他们很难忘的 很惊喜的 很有意思的 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呢在我们现场和彼此这样说出来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扎心聊天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非常期待的 对不对 很期待 对不对 好来 我们最后呢 如果这个今天直播间的人气 到达一千三百一十四万人的话 我们也将会由我们的时尚先生 和我们的应客 联手为我们的TFBOYS 献上我们四周年的庆祝烟火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一起来 happy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的亮点可以说是非常多的 大家一起来期待起来 而在此时此刻 我可以带大家来一起逛一下 我们这个现场的一个状况 我们大家看到的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区域了 来大家往这边看 这边呢就是我们 看很多吃的 我们的工作人员真的非常辛苦 他们现在已经是从早上 很早的时候来到我们这个棚当中 从昨天开始 就已经在准备我们今天的时尚大片 和创意视频的一个拍摄了 所以说呢 真的是各位工作人员辛苦了 辛苦 这边就是他们所工作的区域 然后我们这边有反送啊 他们三位我们的TFBOYS的成员拍摄的内容 都会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监视器来看到 来我们大家再往这边看一下 这边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片的拍摄的区域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TFBOYS的这边的拍摄区域呢 是他们在拍摄一些照片 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创意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专业的我们的 摇臂的摄影机 诶这个摄影机我其实说实话 还是第一次看到的 所以说呢 相信有这样的专业的设备 和这么敬业的工作人员的配合之下 再加上我们TFBOYS的三位 来这个非常专业的表现之下 我相信这一次时尚大片和创意视频的拍摄 一定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也一起来期待7月份 在时尚先生和硬客 为大家所带来的全新的发布 好了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告诉我一下 现在我们还有大概多长时间 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到我们的TFBOYS的展现合体吗 还有 还要等一下 那哪位工作人员可以给我一个手机 我特别想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各位四叶草 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 正在屏幕上边正在说着什么 他们有没有想跟我互动的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你们说话 你们现在说的话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可以看到的 他们会不会说 谁要看你那么长啦 谁要看你那么长啦 小马哥 赶快放我的TFBOYS出来 好 谢谢你 谢谢 哇 来 很多的朋友都在屏幕上面说 赶快放我们的TFBOYS出来 谢谢大管家 谢谢你 哎呀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卡不卡 我先问一下卡不卡 有一位朋友在问说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 TFBOYS三人同框出现在我们的综艺节目上边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 我现在还真的是没有看到过 我们的三位同框出现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 就是电视的综艺节目 所以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待会我会把这个问题问到好不好 嗯 还有的朋友在说 TFBOYS相信你们一定会走得越来越好 支持你们 谢谢 谢谢我的心情也是这个样子的 来 好 哇 现在此时此刻真的是太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 而此时此刻我们 已经迎来了将近400万的硬客的宝宝 以及我们的各位粉丝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 而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向我提出了这样的准备版 告诉我说 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所以说现在大家期不期待 我现在跟他们的直线距离 应该大概是三米左右 所以他们马上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现场 我要稳定一下我的情绪 也请大家稳定一下你们自己的情绪 不要在家里面拿着手机的时候 喊出来 吓到爸爸妈妈就不好了好不好 来在这个时候呢我也要说一下 因为我今天来到现场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TF Voice的粉丝 我们四叶草的同胞 一起在我们的摄影棚的外边在等待 因为今天呢北京下着雨 所以说他们也是比较辛苦 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点赞 谢谢你们辛苦了 好我们的这个三位正在补妆当中 已经准备好了吗 来朋友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用热烈掌声和尖叫声 有请王俊凯 王源 易烊千禧 听 Voice 有请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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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凯 哈喽 哈喽 千禧 缘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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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三位请问一下 刚才在那边正在看你们拍摄 你们是不是已经感受到我们这边直播的动静了 对对对对 你这感觉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Tia Voice 耶 欢迎 欢迎 来 三位真的是比较辛苦 今天可以说是拍了一天了吧应该 没有啊 还没有拍一天哈 那也拍一上午了嘛 就是辛苦了哈 待会儿我们就是好好聊一聊天 因为今天就是我们几个月都已经没有合体了 所以说呢今天是我们四周年的合体 我们四叶草们正在期待着我们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所以说我们就一起来到我们应客的直播现场 好不好 来 有请三位有请 来 注意安全 会不会很累啊 看你们刚才 不会不会 哈 来 哈喽 来 这边的摄像机跟他们打招呼好不好 哇 三位真的太帅了 来 三位里边请 今天专门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大沙发 哈哈 来 三位直接请坐吧 好不好 看到你们刚才在那边拍摄一直也蛮辛苦的 而呃 在我们的现场呢 我们呢 三位也可以待会儿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屏幕 来看到我们的每一位粉丝 我们的四叶草和大家一起互动的内容哈 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和我们的直播就是一个很放松的直播 所以你们就是完全放松就好了 想怎么样来怎么样来 好不好 好 来 你看一阳千玺已经开始放松了是不是 好 没关系哈 来 我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哈 把我们这个屏幕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我想看到我们的观众的一个反馈 好吗 来 我们的导演稍微调整一下 好 来 三位要不要这个 各自的和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呢 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然后今年十八岁 呃 未婚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王源 然后好久不见了 嗯 好 大家好 我是一阳千玺 好 欢迎三位哈 好 那呃 我刚才已经跟我们的四叶草们说了 我们今天直播当中 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环节 我们总共有四个环节 那第一个环节呢 就是我们的四周年的四年四十问 我们这个过程是快问快答 我觉得你们应该在别的节目上面 有玩过快问快答吧 嗯 所以说可能没有太多思考的时间 啊 所以说大家呢 一定要这个想一下 你们到时候主要问的这个问题 问题和回答答案是怎么样的 来 好 首先呢 我们要问出我们三位合体的快问快答 好 首先第一道问题 请问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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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要问舞台导演 呃 据我所知是不会 对 好 再一次合体感受如何 感受就是依旧的那个熟悉感 嗯 嗯 很亲切 很亲切哈 其实说到说实话这个问题呢 我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在问 他们都在想说你们可能 几个月没有见 那私底下你们平时会在 手机上互相聊天 这样问候吗 呃 一般都 一般都是就是见面大家聊 见面大家聊哈 然后各自会有各自忙的事情 对对对 好 我们的第三题 请问你们觉得各自 正在转型期吗 嗯 我不知道大家定义的一个转型期是什么样 但我觉得我自己也算是一个转型期 嗯 嗯 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特别清楚的定义 我觉得转型这个事情是慢慢来的 嗯 嗯 一点一点改变 好 谢谢 嗯 我觉得到18岁差不多就该进入转型期了 从一个男孩到成熟的男人的一个过程 哇 要到成熟的男人了 嗯 好 来 下一道问题 你们觉得你们成长经历中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 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 心情 嗯 对 各种各种情 心情友情 嗯 对 好 我们一样就是身边同伴的人 也一样 嗯 嗯 嗯 还有最不可缺少的就是身边的另外两位 对不对 嗯 就是友情嘛 一样的 对 有情 好 来 没问题 那下一道问题哈 请问一下什么时候会发新专辑 新专辑应该不会了 就是会发单曲 对 对 好 来 队长就是直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了哈 来 呃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微博上边说 他们非常关注你们平时的歌单是什么 请列举美人三首歌单 啊 美人三首 嗯 嗯 呃 那你先来 我先来嘛 嗯 呃 我的歌单其实大家就是都是 大家都应该都能猜到是哪些歌 嗯 对 而且最近 呃 而且最近的歌 我每次去KTV都会点宠爱 然后我那个小侄子 我一个小侄子 就是这么大还没上幼儿园 然后他们平时在家的时候 他都会 不要唱宠爱 不会 他在床里面一边跳一边 我都想给你给你宠爱 就是真的超爱你们 来 谢谢谢谢 王源 呃 我 第一首歌 嗯 Heart Heart 第二首歌就是我们 最后要发的新歌 每天都在听我超认真超专注 第三首歌还是最后要发的新歌 我超认真超专注 哦 就是跟大家说 我们的歌单是什么 第一首是Heart 第二首是我们即将发表的新歌 第三首也是即将发表的新歌 到底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期待 好天启 那 真心话太冒险 然后 嗯 嗯 还有 手胡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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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跟你一起说的 手胡虾 谁先问你过 然后 然后 尹巴 尹巴尹 尹尹 尹尹 尹尹尹啊 我记得你们那个尹尹的那个MV 就是每一位都特别帅气 然后就是有弹钢琴 然后又带那种雪的感觉 就是给我们很美美的感觉 呃 大家都应该满意了吧 我们的每一位都说了三首 而且小凯说的是五首哈 大家回去以后 赶快搜起他们的歌单 来这个听起来啊 当然王源的这三首歌呢 有两首还没发出来 我们一起来期待起来 是吧 接下来 大家非常想知道 你们会不会考虑以后三个人合作完成一首歌 并且呢 编舞和编曲都是由你们自己来合作的 呃 这个就是要学很多东西之后 有机会会尝试 会尝试 来 王源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好事啊 嗯 但是还是得在积累之上 所以说 到时机到了 然后积累好 自然就可以 OK 来千禧 呃 编舞编曲 然后词曲这些 以后肯定是会要尝试的 但是就是时间问题 好 也就是说 他们都在努力的为这件事情而奋斗 所以说 在不久的将来 也许是一年 也许一个月 也许是几年的时间 我们 应该是可以看到他们一起来合体 这样完成的一个作品 好 我们也一起期待 好了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每一位思叶草 都想问出的问题 就是 请问 TF Voice 是否已经忘了 大明湖畔的四叶草呢 没有 没有 没有吧 没有 不可能 不可能 永远都不会吧 永远 哇 真的好贴心 好暖 来 我们的下一道问题就是 四年了 有什么样的话 想要对四叶草说吗 四年了 然后马上就要举行我们的四周年 希望大家能够在四周年上玩的开心 没有吃的呢 就 听得开心 对 看得开心就好了 对 能够享受这个过程就好 嗯 希望能够看到我们 呃 这个 慢慢的蜕变的一种感觉了 说得好 来 其实四年也是我们和所有的粉丝一起走过来的 嗯 也就希望以后的日子 大家继续陪伴 嗯 互相这样的陪伴 是不是 嗯 嗯 希望粉丝们和睦相处 然后 我们也会时不时来微博上面看看你们 然后也不发微博 哈哈哈 千禧你知道吗 嗯 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都也挺关注你微博的事情的 因为我昨天在我的那个微博发了一个就是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大家很多的人都在问说 千禧是不是已经忘记了他的微博的密码和登陆名 但是你昨天有更新微博是不是 对 嗯 好 非常好啊 以后多更好不好 你们两位也是啊 多更一些微博 让大家多多知道你们就是在某一些什么事情 他们心里面就会觉得很满 好 来我们下一道问题就是 平时呢你们工作会比较劳累 比如说刚才一直在拍摄 然后那个小凯也刚从里来回来做完秀是吧 那平时很少有休息的时间 但是呢 请问一下你们在平时休息的时间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放松自己 嗯 我觉得一般在休息的时候就会运动一下或者出去逛一逛 喜欢什么运动 就是各种运动都会玩一玩 就是比如说不下雨啊 有空可能会出去打会篮球啊 啊 或者跑而步啊 但是跑步就会在室内跑 啊 对 因为出去跑会被包围 不是不是 因为北京大家也知道空气有时候不太好 啊 对 那你刚才说逛一逛 那一般都会去哪逛啊 就周边嘛 有公园什么就可以去逛一逛 所以在公园里有可能会看到你吗 当然会看到 好 那你在出去逛的时候请问一下你会戴口罩大眼镜吗 哦 就会戴一个口罩 呃 对 好 来 好 那个王游儿你呢 对不会我不戴口罩 所以大家看到戴口罩的一定不是我 好 我 我的话就 一般就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泡澡 把浴缸里放满水 然后放上自己喜欢的音乐 然后就享受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出去逛街吃好吃的 然后 看见就吃看就吃吃好的小吃 然后吃好的好吃的饭 就吃是吧 再怎么吃都会胖 对 嗯 哈哈 来江姐 呃 最喜欢的运动吗 呃不是你最喜欢的放松的方式 哦放松的方式 你觉得很累吗 嗯 你最近怎么要relax relax 睡觉 然后吃饭 钓鱼 然后对钓鱼 然后出去玩 你喜欢钓鱼啊 就是因为我刚入坑 然后里面好多就是什么 就这些我还不太懂 所以想一直就是钻研一下 啊 好的没问题 祝你多钓 多钓到一点 技术越来越娴熟哈 来 呃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四叶草问你们的 就是因为你们给我们 每个人的感受都是非常积极的 向上的 阳光的 健康的 所以请问一下 你们是如何保持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的呢 呃 呃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要靠自己调节的 嗯 有什么事情就要乐观一点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想的开心一点 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一会就过去了 嗯 好想开一点是吧 真是 嗯 一直想保持向上的心态 你就每天开心 然后把那些烦心的事儿 烦心的事儿抛在一边 好自己加上努力向上的 好 来 龙君开你在说什么 你有点累 不是没有没有没有 他在问我问题是什么 我突然忘了问题 我发现我是不是离千玺有一点点远 所以我每次问的问题千玺好像都没有太注意听到 好 我要不然坐你那边就 没有 就是他们两个回家问题之后 回家回家 然后我脑子我就忘了 刚才问你 你就想他们两个答案了 嗯 回家我就想我自己答案了 然后我就忘了问题 好 没问题 我倒是说慢一点好不好 来 下一道问题哈 请问一下TFBOYS有没有去到什么样的好玩的地方 你平时 平时啊 我最喜欢玩的地方 就是最经常待的地方 就是我在家里的床上 还是就躺在那儿玩手机啊或者什么 就是你可以 因为我的床上旁边有一桌子就可以干任何事 就是你可以睡觉你也可以起来就是 写点东西 对啊 也可以去上网看点东西 对啊 也可以去上网看点东西 对啊 来 床员呢 江边 喜欢去江边 很爽 因为去江边 有时候把鞋子脱掉然后在江水里踩一踩 就整个人很放松 而且江边没有人会去在意你 也没有人会去阻止你 就很自由 你是一个很喜欢接触大自然的人是不是 嗯 但你要注意安全哦去江边 没有问题 我们会担心你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不过有一次我真的是去 我去江边去了一天 第二天整个人脱皮 被晒了 对太吓人了 那你们可不可以多给他准备一点防晒霜啊 你哥哥送你一个防晒霜 好不好 来 多抹防晒霜哈 来千玺 我们的问题是 你平时有什么喜欢去玩的地方吗 呃 就是 空气好的时候下楼走一走都行 就只要没有人就行了 在家周围走一走 对 其实最重要的点就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人就可以了 嗯 就是平时很难有到一个放松的状态 而在放松的时候呢 就喜欢自己或者家人一起放空的这样的玩乐观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 呃 每一位四叶草呢 也是在你们公众的场合啊 都会支持你 我们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理智的对待他们哈 就是不要打扰到你们的私生活 来 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道问题就是 哎 这个问题说 呃 你们好多衣服鞋子 都是一样的 你们是都买了一样的 还是换着穿 这是什么 换着穿 嗯 就是 还是自己穿自己的 因为有一样的衣服 嗯 对 因为 所以就是有了自己一样的衣服 对 嗯 对 其实是啊 就是比如大家 几个朋友关系好啊 都会有一样的衣服 嗯 就是这样 好的 嗯 对 蛋糕准备 来 好 我们的王俊凯现在已经开始Q流程了 哈哈哈 谢谢 好啦 那个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的很多的问题呢 都已经帮大家问到了哈 同时呢 嗯 还有一些问题没有问到 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了 呃 我在这儿呢 先考一下大家哈 大家知道我们四周年的合体的时间是哪一天吗 八月六日 我是考粉丝朋友们 哈哈 哦 我也是粉丝嘛 我也是粉丝 不知道不知道 对 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 你们知道是哪一天吗 对八月六日哈 八月六日正式合体 那呃 今天呢 我们非常高兴的有请到我们的三位来到我们的现场 所以说呢 我们专门为的呃 这个小凯啊 呃啊 千禧啊 准备了一个蛋糕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有请我们的工人员把我们的蛋糕拿上来 来 请三位起立 我们一起来迎接一下我们的蛋糕好不好 哇 哇 哇 来 New Life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不仅是在这儿要给大家来切蛋糕 来庆祝我们这样一个现场 同时呢 我们还要有请大家在屏幕上边 说出你们最想跟三位说的话 现在发送弹幕到我们的屏幕上边 发送弹幕到我们的屏幕上边 我们的三位呢 将会挑选一个 直接写到我们的这个蛋糕上边 好不好 来 大家现在来 哇 哇 小心 来 拿一点纸 没问题 没问题吗 来 好 好 我们这样好不好 三位先来合一张影 好吗 先在这边合体合张影 好不好 来 来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各位手机可以偷出来 来 没事你们站在中间 我是给你们看 来 三位 看到前面啊 来 一二三 TFBOYS 是周年合体 好 来 等一下 我也要跟你们合一张影 好 老师们 这边帮我们合一张 谢谢 这叫进水楼 来先得月 占了个小便宜 来 宝宝们 现在我们的三位 你们需要看一下我们的屏幕上边 大家已经打出各种各样的弹幕了 请你们选择一句 然后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 商量一下 就是这句 TFBOYS我们四岁了 确定吗 就这句 王源确定吗 千奇也确定是不是 就是这句 好 所以我们最终选择的这一句弹幕是 TFBOYS我们四岁了 好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单位 将 你们选择的这句话 写到我们的蛋糕之上 来 有没有剪刀 我帮他们剪一下吧 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吗 好 小心 那你们怎么分配啊 就是每人写几个字吧 对 队长你怎么分配 没问题 没问题 谁先写 一起吧 一起来写好不好 来我们四个人 怎么一起写啊 你们三个人 我们四个人去了 对不起 你们三个人一起在我们的屏幕上面 共同写出 对不起 你们所挑选的 TFBOYS 来来来 我们四岁了 谢谢 这是多法家的架 是很可怜的 不可怜的 美丽统 25 一 一 多 一 一 一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 要算不算不算爱 我还还还搞不明白 嘿 幽默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好 DF-1 由王俊凯书写 来 我们 这个好气死哦 你注意吗 你这个笔画好像有点多王人 对啊 所以你要就是很静心的那样 诶 他们都喜欢连语 对啊 你动不了 我想错了 来 哇 他写的不错 这个这个这个 等一下怎么 这封杠了 好 谢谢 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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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 对 对 可以退休了 可以退休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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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 那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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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四歲了 再一次祝我們的三位四周年合體快樂 寶王們謝謝你們正在我們的這個屏幕上邊 和我們一起來互動 同時呢 沒關係吧 這個煙花 這個還好嗎 我們四周年快樂 沒關係這還冷煙花 十周年快樂 這個真的嚇人了 我相信每一位我們的四葉草 在明天互相聊天的過程當中 一定多了幾個動途 首先第一個就是王俊凱剛才的 我這個 沒關係吧 嚇到你了 嚇到了 嚇到了嗎 我替我們工作人員跟你說什麼抱歉 沒有跟我們做什麼 沒關係 不會怪他們吧 會 會 那是怎麼回事呢 快來道個歉 來 謝謝 同時呢 我們在這兒呢 再一次感謝我們的三位 為我們這樣書寫了專屬於你們的蛋糕 來三位再一次坐回到我們的位置吧 好不好 哎呀 來 麥克拿走了 來 來 突然一下 緩過勁來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 來可以 我們就稍微緩過一點 來 好 來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一個環節呢 是需要你們稍微定一下你們的心 剛才有一點點受到驚嚇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將會為各位四葉草們送一下我們的福利 因為我們從我們的應客官方微博 掙集到了上千條我們的四葉草的來信 我們也通過我們的工作人員 交到了我們TF Voice的工作人員的手上邊 我們將你們的這個來信呢 全部都交到了TF Voice的團隊 而你們應該也拿到來信了是不是 而他們三個呢 也會每人抽出一個 已經抽出來了 然後呢 會在這個現場 為你們專門讀出來 讀給你們聽 所以說呢 在這個環節當中 我們會收獲什麼樣的一個感動 和幸福的感悟的瞬間呢 我們就一起來期待 好不好 來 王源你剛剛在幹嘛 打蚊子 非常可愛 來 我們接下來就有請我們工作人員 送上我們的三封真情來信 好不好 來 來 三位 好 好 哇 看到了吧 你們先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稍微往這邊做一點 就這麼一點 挪一下 一 一 二 走 這叫什麼 這就是合體 好不好 可是 可是還稍微 女兒還是稍微有點歪 你這邊 來 一二三走 好嘞 特別特別齊 來 你們稍微看一下 然後那個 你們可以選擇 你們覺得 最感動的段落 好不好 好 最感動的段落 或者是你們最想讀出來的段落 好 我來吧 給大家讀出來 我先來吧 俊凯先來 好沒問題 來 漂泊是成長必經的路牌 好好好 不要笑不要笑 嚴肅 漂泊是成長必經的路牌 願你們成為更好的自己 去打拼一個屬於你們三的盛世 謝謝你 打拼你們盛世 朋友啊 加油 沒有這是亂念的 好 前路還很漫長 你看那路上有柴狼虎豹 也有風景不跨 請你們只管搭不向前 我們一步一去 要走很久的 才請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還有 謝謝 最後 沙寶寶一定要照顧好自己 一定要開心 勇敢的往前走 無需回頭 我們會一直在你們身後 寫完信了 比個大心 一人一個 不知道你們說到沒 我們說到了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三位 謝謝你 為我們提出這樣的粉絲來信 還有三個問題 還有三個問題 我來幫我們的粉絲來問一下 我先問一下小凱 小凱 四周年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你跳舞嗎 會啊 會看到 會有個人的solo嗎 會 會 所以把我們期待起來 來 我們的千禧 千禧 剛才已經分享過我們的歌單了 你在以後會不會經常跟我 讓大家看到你的動態 看心情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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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心就更咯 對吧 來 接下來 呃 王宇兒 呃 你最近有拍戲的安排嗎 沒有 沒有 是吧 如果要是讓你選擇一個類型的戲的話 你比較喜歡什麼類型 偶像劇 古裝劇等等 嗯 我要拍那種 那種 法治教育劇 哈哈哈哈 沒問題 法治教育劇 所以說 大家一起來期待一下 我還真的沒有見過 這個法治教育劇 如果要是被我們的鮮肉 你們看過嗎 我看過 我之前看過 但是被你們這麼鮮的 那個明星來演的 我還真的沒有看過 我可以跟你宣傳 好 沒問題 就此 犯罪的小強 受到了他應有的懲罰 這 就是他犯罪的代價 喂 很棒欸 欸 王源你能不能這樣 你來配音 然後呢 你來設計一個情境 讓王俊凱和易陽千禧 他們兩個在這演 這戲我不拍了 兄 哈哈哈哈 導演這戲 怎麼能卡掉 來 拍 拍嗎 可以嗎 你接受挑戰是不是 很小啊 就是 嗯 好 我配音 然後 最開始王俊凱的千禧說 妖精你往哪兒跑 然後千禧說 你才是妖精 你往哪兒跑 然後他們就 互相在這裏 發龜派情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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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最好就和好如此說 朋友一生一起走 好 來 沒問題 但是最後你要 他們在朋友一生一起走之後呢 你要有一個結尾的 這樣的一段告白 獨白 好不好 來 還有話筒嗎 來來 我們起立哈 你聲音可以嗎 可以 來來來 我們不用說話吧 你們要說 你說謊 你看千禧有沒有記住 你千禧說什麼 千禧 你再說一下戲 你們要說 對口型就成了 這也是他在配音 你要配音是吧 你要配兩個人的音 隨兩個角色 可以 好 來 黃源 來吧 來 稍微再往前一點點先寫 完美 來 好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TF Voice的同框合作法治教育劇 3 2 1 Action 對 妖精 你往 這個聲音又不像 對 對 妖精 你往哪兒走 嘿 你才是妖精呢 幹嘛 打架啊 瞅你 瞅你打地 朋友一聲 還沒有 龜派氣功 咚 咚 龜派氣功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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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一聲 一起走 那些日子 不再有 謝謝您了 易老師 謝謝您了 王老師 好好 可以了 演不下去 好 謝謝 來 三位請坐 我自己 這個橋段 是沒有安排到 對 從這個橋段 可以看出來 王老師確實沒有做導演的天 做編劇的天 我做編劇沒有人看了 請問一下剛才 各位粉絲寶寶們 你們給王源的導演功力 打多少分 然後給俊凱和那個 楊千禧的表演功力 打多少分 這個也不用打分了 大家看了就好了 其實也確實是這個樣子 不是 我不是現在在whole時間嗎 來 好 大家現在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以通過我們的彈幕上邊 和我們一起來這個互動 我們接下來再跟他們 一起來聊聊天 我們也都知道我們的俊凱 你是剛剛結束你的米蘭之行 你能不能跟我們聊一下 在米蘭之行的過程當中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我知道的感受就是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大的感受 主要就是說 在美蘭這樣一個城市 一個陌生的城市 就是還是 依舊地從容地走下去 非常從容地走下去 而且是作為開場和領畢的模特 對吧 對 我有看到你當時做的那種 感覺 我覺得用你的眼神 很堅定 然後整個人很高級 高級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 你覺得是不是很高級 沒有沒有 其實就是因為 你走得少 然後第一次走 然後 有沒有學過 就是覺得 該這樣走 就這樣 那平時比如說 要是上過大集 或者是第一次的話 就是有時候會腿軟 沒有 不會 不會 因為至少還是上過 那麼多次台了 所以說 見過大場面 所以說至少就是不會 那個腿抖 不會腿抖 來 王宇文 來我看一看大家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想要問你 你最喜歡的電視劇是什麼 這個還用說嗎 我們的上臉時代 那我就不一樣了 我就喜歡超上臉密碼 還有什麼 沒有了 還有什麼 小別離 小別離 沒有看 我有看 來 那王月兒請問一下 我們一位粉絲朋友說 我們都知道 你人長得帥 歌唱得好 主持演戲創作都無錯成績 那還有什麼是你不會想去學的 亂說 我肯定是這樣 好 就是 其實這種東西看有時候的興趣 因為突然一段時間 喜歡這個 突然一段時間 喜歡那個 現在這段時間比較喜歡釣魚 先洗一洗嗎 確實說著玩而已去江邊釣魚 去江邊釣魚 來 我們的楊千斜 大家有一個問題 就是 先洗現在還喜歡穿破洞褲嗎 會穿 會穿 一定會穿 為什麼會喜歡穿破洞褲 因為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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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穿短褲也更涼快 對吧 來 但是有時候我們還是需要穿長褲 但破洞就更涼快 還有一個就是 想問易陽千斜 你的聲音非常有磁性 如果有機會主持電台節目的話 有沒有這個興趣 我是沒有興趣主持電台節目 但是在裡面就是什麼講講故事啊 然後就是說一說 就是自己喜歡的就是這些的裝法 這些就可以了 好 沒問題 謝謝 謝謝我們的三位 來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現在呢我們看到的就是 由應客為您獨家奉上的 我們的TF Voice 合體四周年的這樣的直播現場 而我們的TF Voice的三位呢 也將會去到我們的這個拍攝現場 再繼續他們的大片拍攝 那今天呢非常感謝 每一位寶娃們來到我們的現場 和我們一起來度過這樣愉快的 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也特別謝謝我們的三位 做到我們的現場 此時此刻呢 我們要告訴大家 非常開心 我們現在已經迎來了 一千三百一十四萬的觀看人機 謝謝 謝謝 我相信這樣的每一個力量 都是每一位手機前的您奉獻出來的 我們再一次感謝 謝謝TF Voice 謝謝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他們 有什麼樣子最後說幾句話吧 跟大家 好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保重身體 對 能夠開開心心的過每一天就好了 好 然後四周年一定要來看我們的演唱會 對 好 非常感謝大家對我們的喜歡 希望您好好注意身體 好好吃飯 注意健康 非常感謝您在電影之前 啊不 那個攝影之前觀看我們 然後我們會繼續努力 然後夏天到了 注意防晒 好我們三位起立再跟大家說一下 大家好我們是TF Voice 我們就趕快去忙別的事情了好不好 好 來三位準備 一二三 當然我們是TF Voice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你們的做客 謝謝 謝謝小台 謝謝謝謝謝謝 請休息吧 辛苦了 來 非常感謝我們的各位寶寶們 在此時此刻 依舊守候在我們的應客直播當中 那我們之後呢 應客直播也將會繼續的為大家 帶去非常多優質的內容 同時我們也有非常多的活動要帶給大家 我們也希望大家不僅在支持我們的TF Voice的同時呢 也支持我們每一位應客的主播 當然呢 也希望大家不僅在支持我們的TF Voice的同時呢 也要支持我小馬哥馬雪男 大家可以關注我的應客號 37451882 支持我 也支持我們的每一位TF Voice的成員 好了我們 此時此刻呢 迎來了一千三百一十四萬的朋友 觀看我們的應客直播 非常感謝你們 那接下來我們將會有什麼樣的優質的內容呢 會有什麼樣精彩的瞬間呢 我們一起來期待時尚先生的七月發布 以及應客的官方微博 我們下一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 再見 掰掰 別說了嗎 掰掰 我必有所變的 小心吧 不要害怕 勇氣如弄險ล 煩惱幫傻快 想我把城堡 maintained芭物 画中 我花的城堡 又弄換的匯大 私底的魔力全宇宙都擔 Jedi 變成 我送你一幕吧 我送你一幕吧